成都天赋火机机场 这一个出货 一起出门 超好的 猪虾 很会买啊 哈喽大家 现在要准备出门 去机场啦 猜猜这一次要去哪里呢 心情特好 到了机场 现在呢 在开通我的支付宝 开通完毕 哈喽大家 中国的小伙伴们 我来找你们玩咯 这一次呢 要去的地方呢 是中国四川成都 人呢 就在马来西亚的机场 现在差不多要准备登机 这一次呢 又是一个人的旅行 其实我就是第一次去成都 我印象中呢 成都呢 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城市 然后它也是一个很多年轻人的地方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如果大家要到中国旅游的话呢 记得就是要办签证 然后呢 还有呢 可以推荐大家就是 download 几个app 就是在中国 呃 旅游的时候都会用到 第一个就是 alipay 就是在 基本上呢 现在 alipay呢 它就有拥着那个 它选择 这个就是在中国的时候呢 好像你要打车啊 还是你要就是 呃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 支付宝 然后呢 大家如果要搭车的话呢 他们搭车的app呢 叫做滴滴 滴滴出行 还有另外一个app呢 大家可以登録的 叫做大众点评 这个大众点评呢 它里面就有跟你分享了很多 就是 呃 当地的美食啊 然后咖啡厅啊 然后一些应该要去打卡的一些地方 它也是可以用来就是 book酒店之类的 还有一点呢 想要跟大家说 我好像就是现在买 我就是去到中国的话 我想要就是 呃 在那边拿到那边的那个wifi的话呢 我会到shopee去买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eSIM 它就是一个travel wifi这样 然后 呃 eSIM呢 基本上呢 你就只是需要买 然后它会给你那些code 然后你到了中国 就是机场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就在那里activate 好像我之前每次去旅游呢 呃 以前呢 我是买那种就是SIM卡 然后就换去我的手机这样子 可是我每次呢 就是非常的 呃 clumsy 每次基本上我都会弄不见 然后现在我就发现了 有这个东西叫做eSIM 非常推荐大家旅游的时候 就是去online买eSIM 它是这样子的 它是 它是 它就是一个好像QRcode这样子 OK 我们 成都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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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天福国际机场 时间为晚间10点21分 室外气温摄氏30度 到了成都咯 哎呦 oh no I feelin 是哪里啊 你好 请问这个是西门吗 什么西门 我想要打车 这一个出口是西门 是PE停车楼 P1 诶 手机号 好你的手机号 朋友直接帮我叫 那你就先在这等吧 诶 在外面等可以吗 也可以 可以 你可以 你的第一位跟他说的是在这吧 是 这一出去就是的 是吗 对 好 好 谢谢 这种西门 都不是 好 我给你一大一大 这一大小小小的 这一大小小小 我给你拿起来 去哪里 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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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旅行 要人家 我用冰箱 Oh my god Yona Yona boy 欸她忘記我看 嗨妹子 這個妳怎麼到的 因為我不是我膽的 Wait Yona 哇 這是五星級酒店吧 這是室內脫鞋 How do you 那當然我這個 獨居女孩喔 Yona的家 Yona 我來中國找你囉 一下子 來這裡 看看 Good morning guys 其实不是Good morning 其实已经是现在已经是下午了 现在是2点16分 然后给大家看今天馒头帮我化了一个妆 让我的眼睛瞬间就放大了三倍 其实今天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12点 今天呢是我在成都的第一天 今天的计划呢就是到春溪路那里逛逛 刚刚才就是到了成都 不想要让自己的行程就是特别满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会来一个简单的city walk 然后就会到城市这里就是附近去逛逛 喝喝咖啡 我现在等馒头好了之后 我们就要一起出门 早安 好早安 你也很抱歉 你也很抱歉 我吃了很多 你也捨不得到 我怕了 我怕你不就 Terror 我先吃火泡 我小心 我先吃火泡 你自己吃火泡 我吃火泡 lysly 你自己吃火泡 你是不是最好喝 你這杯 而且住這一家店真的很有氛圍感 可是唯一不好的呢 就是這裡太多人了 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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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 紅慶老伙伙店 來這裡我們來到了 哪裡 成都太古里 太古里 然後我們現在的這個地方呢 是叫成都的太古里 然後聽說呢這個地方呢 就非常適合年輕人來逛街 謝謝 City Walk 亂走的City Walk 這裡有賣很多很多的收食品 很多精品 然後這邊的人也很多 就有人搭訕的時候要說什麼 就說我們是LALA 如果是帥哥呢 帥哥的話 交換微信 可以 這裡呢有很多那些奇怪的攝影師會一直偷拍 對 對 所以剛剛是我這輩子最兇的一集 真的我第一次看他罵人 罵City 啊啊 我的流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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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优优优独播放 我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是Starbucks的酒吧 第一次就是來Starbucks的酒吧 沒有想到原來Starbucks是有自己的酒吧 等一下我們要去吃海鮮 然後希望不會採雷 因為我們找到的那一家海鮮店 它是自助市的 是就是在小紅酥刷刷到的 然後在大眾點評看 它的評論也蠻高的 中國這裡就是大家的服務態度真的很好耶 而且這邊的人也非常的友善 好像我們等一下要去的那一家餐廳呢 剛剛饅頭就 我們在網上看呢 它是寫9點關門 然後饅頭剛剛就是打電話去給那一邊的店員 就問看他們有沒有位置這樣子 然後我們時間上有一點緊湊 我怕就是趕到去的時候他們已經差不多要打烊了 可是呢那個店員他就跟我們說呢 可以直接就是加他們的微信 他們可以直接幫我們的食物準備好 然後我們一去到我們就可以吃 這邊真的很方便 阿水 阿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件好像好流行这样子的风格 是这样子皮革的上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泰古里呢 这一条街呢 一整排呢 都是小吃 好香喔 到处都有充电宝 谢谢 很麻烦很麻烦 他那天帮我们准备干净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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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